利人之本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诚信二字 那么现在社会上诸多乱象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失信于他人 24号南大附中举行了高三年级学生的成人礼 没有仪式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无人监考的考试 步入成年让学生们从一场诚信考试开始 下午4点45分 南京南大附中高三四班的学生们即将开始人生的第一场诚信考试 就在今天全班28个学生申请了无人监考 把卷子按各个组通过然后等会一起发下去 老师呢?我们没有老师监督 少了老师的监督考试并没有变得松散和自由 大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考试纪律 老师对我们基于就是这么多信任 感觉一般人就不会再辜负了 我认为这些可能是对我们自己诚信的要求吧 可能我们在以后生活中也是对我们自己诚信的要求 从这一天开始这个班级所有的考试都将无人监考 通过无人监考让学生接受诚信检阅 学校坦承无人监考取代18岁成人里 其实也是八里四仪的一项实践教育 把以往空洞的说教转变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让学生从18岁成人的那一刻开始 真实的感受一次诚信教育 江苏城市频道为你报道 检阅诚信的这个愿望是很美好的 但是老实讲啊 如果是不痛不痒的考试 没问题 如果是一次决定命运的考试 比方高考就业求职 还能经不经得住检验呢 我觉得诚信除了靠自觉 还得有配套的惩处措施跟上 就是让不诚信的人他得失去更多 否则的话诚信迟早也得让不诚信给拉下水了 其实你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像是一次没有监考的考试 比方讲不闯红灯 比方讲不乱扔垃圾 这都一个道理 如果咱们只是在道义上冠冕堂皇 在这个规则上苍白无力 那我觉得诚信都还比较远